大家看到你回家 怎么不像之前那么兴奋了 我最近公司忙 都是邻居帮我遛的狗 邻居 是我楼上的邻居 人真的超级好 他不光老是送我吃的 下雨天还帮我关窗户呢 关窗 下雨了 刚刚看到你家窗户没关 那你就告诉他密码了 你看你又想多了吧 我这个邻居的人品挺好的 前几天我下楼扔垃圾 忘了关门 关门员看到我家没人 想进来偷东西 修飞被这个邻居制止了 还有这么巧的事 对啊 我先睡了 你谁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的 救命啊 别打了 我这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啊 因为他从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有郁母子 你故意接近萱萱的狗 是为了和他培养感情 避免你在入室时 不坏你的技术 将动我手脚的食物 装作好心送给萱萱 是为了晚上 让萱萱在药物的作用下 睡得更深 不容易察觉你的存在 不得不说 你的运气确实不错 刚好遇到个能帮你取得 萱萱信任的外卖源 但不凑巧的是 西瓜上被你动过手脚的地方 实在明显 你说话呀 怎么是你 来了来了 你可不要脸的私宠明宅 别打了别打了 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 说那个人在 哇好热好热 这已经都超过35度了吧 给你个扇子 怎么这么热 怎么别的宿舍都开空调 就咱们不开 快跟你去 要不再开空调吧 天太热了热死了 哎呀你们这就是 高速外面回来 心情自然凉吗 真是 就他自己不热 别人都热死了 真是死 就这么热 要不开床都疯 哎呀外面温度更高 湿度也高 开床会更难受的 不做那么多干什么 这样吧 大家就是表决一下 少数服装多数 同一开空调的几手 啊 几手 可是开空调的费很贵的 我不死包这个钱 电费 电费 电费你不用担心 咱们就开26度 两档风加节电模式 隔壁宿舍验证过很省电的 我说我平时在宿舍时间很少 A的话我觉得不太公平 要不这样 你点了堵屁的空调 开机电模式大概一小时 低度点 咱们需要电费一块钱 开一天24块左右 我一天在宿舍也带10个小时 哎呀行行行 别算了别算了 我跟你交 我跟你交 那怎么好意思嘛 那不然就 我同意 开吧 快快开 等会儿 但我觉得现在温度正合适啊 开空调我会冷的 他说他会冷啊 你觉得冷可以多穿衣服干后背啊 那我让怎么办 我就穿了一件 你怎么能让我扒皮吧 可是我身体热不能吹空调呀 我也是为大家着想啊 万一我出感冒了 把大家穿了怎么办 那我要是不开空调热出病呢 既然能保证我带的地方 使用27度 我就同意你开 那 算了算了 咱出去凉快凉快吧 哎你真是福气了 要是当初分宿舍的时候 填个料产文卷 把生活习惯相近的人 分到一起就好了 那也不能全信 哪个人填文卷的时候 不会美化自己呢 卫生要求 非常感情 哎 有了 他不想要恒温吗 那咱们就 哎你们干什么呢 你要恒温我们要开空调 这不就接到欢喜了 你快来你快来试试 这我俩特意给你支柱的 快快快 你快上去上去 上去 你看这里面一直加27度 有什么需要叫我吗 这小 market就是你永远的家 舒服 烫伤 可惜这间都凉水啊 好像我现在成为了 主管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彗报 谢谢 主管你找我 toi 这个新来的同事 以后是你项目上的搭档 认识一下 老同学 我怎么在这儿见到你了 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了 可我真的不想见到你 既然你们很熟 那以后就好好合作 放心吧主管 以后有什么难做的事 交给我就行 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喜欢怜悯我 然后装成一副天使的样子 来试试我 还钱 你什么时候还钱 不是说没想吃的 那这什么 干嘛呢 够了 你们有完没完 就是要欺负老师人是吧 都买什么形式 吃 只要吃饭 哎呀 饭都撒了 他们也真是的 等等 我刚好多买了一份饭 要不你拿去吃吧 就喜欢可怜我是吗 你高高在上的样子 真让我感到恶心 我是一个人毕业的大学说 明神官你好 我说 好了好了 你得自信一点 这样才能把最好的面 拿出来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 另外一种方案 比如说呢 我们先跟客户敲定一下 我记得小丽之前 你也想到过这个 今天怎么没有主动说一说 啊 没有啊 你之前不是加班做了很久吗 那都是我下座的 我的努力在你看来 是不是很滑稽很可笑 比如说我们先跟客户敲定一个 真的真的没骗你 真的 真的 你这里需要重新改 我说你到底听到没有 对不起主管 我听到了 我 随便吧 我不管了 快 这就是你来这的目的 为了再次看到我粗粗的样子 我过得不好都是因为你 只是你逼我的 烫伤 可惜要间弄凉水啊 这下你知道被人可怜是什么滋味了吧 我该 说 小丫的手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干的 我真的不知道 够了 你们有完没完 就知道欺负老神是吧 他也算老实人 真能装 好了 你先回去好好工作吧 这件事以后会查清楚 谢谢主管 我以后一定好好表现 你也想可怜我 是 你给我等着 是让你留线 是准备为了让你付出代价 这都毕业要走了 我之前可以带了饭那些钱 什么时候还我 算这儿是吧 你平时用我那些化妆品走去够这些饭钱了 你算这么稀释吧 那昨天咱俩一起买水果怎么算 必须平分啊 谁也别占谁便宜 可这些水果都有单数 你们打的怎么分 我有办法 我这儿分分一个电子称 不用那么麻烦 你 这不就分好了 拿手 再分离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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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分清楚了 肯定咬的比我多 是你自己不行的 我不行 你为了在那个学长面鞋刷手 那敢天天给他和他女朋友带走饭 你听说过吗 你胡说 我那是刚好买多了 还有一小证 他男朋友都是自己换成出来 是真的 他以前天天和男朋友打电话打得很晚 但后来我觉得有些奇怪 就故意打给他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通了 我那是梦话 那他还有特殊癖好 那天你们都不在 我亲眼看了 他妈你们衣服都玩了都变 连那衣都吻了 打扰了 我那是在吻谁用了我的洗衣液 肯定是他 那他之前还拿小号加小语 没有没有 他瞎说的 瞎说的 他以前拿小号加你骂你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江江 之前骂我的人居然是你 我当时是意识冲动 那你当时还装模作样的帮我分析 不是 当时都是小林怂恿我的 什么 因为是你自己小心点 这样能别人拿小语气 你们俩 你们可真负责 不是你听我解释 你别告信太早 你的网恋对象 都是他用小号假扮的 什么 江江你能不能别再挑拨理解了 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对得起我吗 不是我跟你说 算了我要走了 我车要晚点了 就这样 反正再也不见 说了该谁要见你 先收拾完先走喽 你走我记得关灯啊 哦 这个箱子怎么那么难关呀 我给你压着 你拉拉链 也不是那么难嘛 我好怀念 那张梦都不清晰的脸 时间太善变 手搁走了 什么错地方 我才没有 我看是行李箱太重 走不动了吧 看你这么可怜 我就大人不许小人过 再放你一次吧 你慢点 你慢点 你慢点慢点 遇见 就算我们从此再也不会遇见 哎 夏哥 不能在这儿扎帐风 不微笑的 难道你不知道海边会涨潮吗 快把帐篷磨走 还随一会儿就上来了 行李箱 知道了 教学生有个人 什么 哎 我还在这儿呢 他怎么上那儿去了 那你游过来呗 啊 你疯了 涨潮时教室里的暗流跟深空 会把他卷进去的 那能怎么办呀 我打电话给他叫救援 哎 小心点 我还是过去接他吧 哎呀 是吧 哎 宝贝 快把你给他拍照片给我看看 好的 找找 你这不是化身 是被水母遮了 水母 那赶紧用清水冲一冲啊 不能用清水 先用海水冲洗 还要赶紧把皮肤表面的出手取出来 一只水母而已 能有多大多 是不停的 下体大作 一旦运气不好 遇到有毒的水母 被抓捕身体能让人羞和致死 那我从好运呀 宝贝 你别吓我呀 我给你搜搜被遮了该怎么办 你们等我一下 咱们帮他把帐篷收起 那个男人有问题 什么意思啊 他刚才查手机时 我看到搜索记录里有本地的潮汐时刻表 你是说他知道涨潮的事情 没错 甚至能精确到极点 更可怕的 是那个男人的手机相机 里面有这片礁石 昨天涨潮后的照片 也就是说 他昨天勘察过地形 知道涨潮时 这片礁石会被淹没 但他还是故意把帐篷扎在了海边 故意诱导他女朋友 去礁石上拍照 你说 他这是想干什么呢 难道他是想 我还在这儿呢 那你游过来的 你疯了 涨潮时礁石里的按钮跟渗透 会不要卷进去的 我刚才要了那个女孩的联系方式 已经把这些推测发给他 可惜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愿他自己能做出证据的证据 这件事告诉我们呀 不要来这种偏天的海边玩 太危险了 是啊 危险的不只有大海 还有人心 港海累死了 怎么听话打听了 跑队小哥吧 这是退潮后刚挖的新鲜海鲜 高温下容易变质 你帮我尽快送到吧 姐 我得把上一个朋友电单送到了 才能送你 但如果快关系了 我联系不上 石老师 你海水浴场 咱现在不就在这儿吗 可 这么大的海水浴场怎么找呀 公厕旁 简单 我帮你 这里的公厕有点多呀 有了 下单时间为早晨八点半 这么早的时间 手机就没电关机了 甚至需要购买充电宝 只有一个可能 来海边开始出 整个海水浴场观赏日出 最佳区域 仅起一个公厕所 就是这里 这个怎么知道 这哪个帐篷 距离下单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 高温天气下 不可能在室外 暴晒干等 而这个帐篷 刚开始搭建 Pass 他也有可能 去别的地方等 离开原地 怎么能完卖 通常套餐定量 会与实际人数相匹配 除去个别食量互差 对方至少四人 结盟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Pass 那就只剩最后一个帐篷 所以就是这儿 诶 这人数也不对呀 可我的推理 不会有路啊 诶 反正打机会 已经确定了 直接去问问呗 不是你点的 对啊 我没点外卖 怎么可能 不好意思 诶 你拉我干嘛 我不要老实点 所以说我弄死 什么 中途我玩累了 回来休息 却发现 降棚里进了陌生人 他把我手机关机了 啊 我男朋友 怎么海都填不到 幸亏你们救了我 不然今天我都死定了 旅游街海边游客非常多 下海游玩不能将物品 全部放置 无人看管的地方 你和你男朋友 就两个人 怎么点这么多吃的 嗯 因为 宝贝 外卖到了吗 我饿了 你手机有信号吗 没有啊 那你在这刷什么呀 可是不干点什么 我难受 那我给你讲一下 昨天晚上我坐电梯的事了 当时我在等电梯 突然头上的灯闪了一下 我本来想看看怎么了 可是电梯来了就作罢了 我按完楼层 发现电梯里画了新的广告 就扭头去看 看完回头发现 我下面一层的按钮也亮了 难道 是我楼下的住户了 只不过他刚好一直站在我的视觉盲区里 我才没看见 我先走了 明天见 你注意刚刚那个男人了吗 他刚才出电梯时是跑着的 那可能是着急回家上厕所吧 这有谁 但他看你按了楼层之后 才按了你楼下那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跑一层楼只要五到八秒 他先你一层下电梯 然后跑楼梯上到你所在的楼层 躲在楼梯间里等你出电梯 然后趁你低头看手机不注意的时候 就可以 天哪 那个人不会真的在蹲我吧 我只是猜测你别多想 我送你回去 我以后坐电梯一定不玩手机了 多注意下周围 看情况不对 就先不要下了 真是让你吓死了 还好没人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快报警 快报警 快报警